乌林县县令李元甲这几天头痛得很 他的独子李丹犯事了 而且还是不一般的大事 李元甲中年得子 已尽花甲之年的他 独子李丹才十八岁 拿兔崽子好的不学 偏偏喜欢混迹赌场 输掉一大笔银子不说 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偷偷拿去当铺 舍财免灾到也没什么 坏就坏在李丹为了填补他桶的大窟窿 居然已身犯险 已宪令公子的身份 去跟私言贩子勾结 从中谋取暴力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舟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一切 李元甲都还蒙在鼓里 县衙里不知情的当差都还以为 这是县令在背后指使 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想去得罪人 李丹这么如意得水的一干就是大半年 那些私言贩子简直把他当成了活财神 倒露事儿终于来了 这天 李丹与一帮人押韵私言到本州外县去发卖 碰上了当地县衙的基斯官兵 不由分说就将他五花大绑 鞭子一抽老虎凳一坐 李丹把他的祖宗八代都给招出来了 瞧就瞧在当地县令刘正跟李元甲 一个属鸡 一个属狗 那是相当不合 二人都是对方为眼中钉 经常去州府告对方的状 碰了面不仅连个招呼都没有 甚至当面互相吐唾沫 以表面是 刘正得知李丹居然参与贩卖私言 高兴地蹦了起来 咬牙切齿道 李元甲这老杂毛 本官要你好看 要你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话倒不假 贩卖私言是重罪 首犯案率当斩 虽说刘正心知肚明 这李丹并不是罪手 但人已被缉拿 充当罪证的私言也一并缴获 官字两个口 他想怎么说都行 给李丹带一顶罪手的帽子 还不是轻而易举 消息传到李元甲的耳朵里 他当即眼前一黑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李丹是他家三代丹传的独子啊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他李元甲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李元甲急火攻心 垂胸顿足道 两不叫 傅之过啊 在一旁伺候的师爷毫不慌张 很冷静地劝道 大人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得想办法把公子给救下来 李元甲长叹一声 这谈何容易 如果换作他人 兴许还能买我的老面子 但我跟刘正积怨一身 已成为同僚中公开的秘密 这次栽在他手里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师爷笑了一声 很是自信 李元甲这才醒悟过来 想起眼前这位师爷 是能拿大主义的人啊 而且为人谦虚 身藏不露 若不是李元甲对他有之欲之恩 他绝对不会屈就于此 李元甲就自心切 腿子也软了 师爷 救命啊 师爷扶起李元甲道 大人 快快请起 只要小人做得到 当尽力而为 不过 李元甲急道 师爷不妨直说 人命关天啊 好吧 那就数小人斗打了 其实大人心知肚明 公子犯下的事儿 即便不落在刘大人手里 也不可能轻易摆平 师爷捏着鼠须 缓缓说道 若想办好这件事 这次大人会伤筋动骨 不仅耗尽家财 而且是图将一掘不振 李元甲大致明白 师爷将采取何种方式救他儿子了 说白了 官场上的打电也就那么回事 不可能有什么新花样 他问 依师爷之见 这件事将如何处理 师爷反问 大人跟刘正大人的积怨从何而来 李元甲有些尴尬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师爷说话了 那就由小人来说吧 其实二位大人前世无怨今世无仇 根本原因 就在与二位大人实施图上的竞争对手 您二人管辖的县余内 百姓安居 歌舞升平 在本州乃至本省都有口皆碑 但是 下任州官人选却只有一位 不出意外 将在您二人之间产生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也就是这个原因 李元甲跟刘正的关系才日渐恶化 一发不可收 这次不下大力气不行 公子所犯之事 就犹如沟壑 想填平他 必须不惜沙土 现如今公子的性命 几乎是捏在刘正大人手里 填满了他的胃口 就等于救了公子的性命 大人请三思 师爷直言道 眼下救人要紧 李元甲说 若我去求纳刘正 他不买账怎么办 师爷笑了 勾贺难填 但只要有心 没有办不到的事 只要大人啃扶手 他又对李元甲 耳于几句 李元甲却一个劲地摇头 李元甲为何摇头 难道不想救儿子的性命了 要说师爷的主意 也有点够呛 李元甲有件家传宝贝 是一只千年人参和一只百年黑灵芝 为何说这两样宝物是一件 一般人只知道千年人参大补 黑灵芝有剧毒 殊不知这两样何用 会延年益寿 甚至能起死回生 为苟延残喘之人续命 师爷要李元甲捎上这件宝物 亲自去刘府城上 要知道这宝物是可遇不可求的 李元甲连皇上都没舍得进过 现在要他拱手送给死堆头刘正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李元甲很为难地说 多花点银子打电不行吗 师爷摇头 换了其他人行 但对刘大人不行 为官之人老谋深算 即使您想花银子打电 他未必肯收 收了银子 就等于有把柄落入您手 即便您是诚心的 刘大人无法断定 日后您不拿此事要挟 但纵人参和灵芝不同 他再怎么宝贵 只是一味药材 就算闹到京城 刘大人也落不下贪腐之名 师爷见李元甲还是犹豫不决 拱手道 小人早说过 这次要伤筋动骨 而且不可有半点闪失 就像一道沟壑 如须十方杀时才能填平 最好准备二十方 才能万事大吉 否则就犹如抓杀敌水 前功尽弃 救人如救火 大人万万不可拖延 不仅要亲自呈上 而且对公子的事儿 一个字也不要提 这是为何 李元甲惊讶地问道 这专程去办事却不提事儿 那去了有何用 师爷叹了口气 大人是急火上头 迷了心窍 您这一去 全当与刘大人讲和 俗话说伸手不打上门客 在有如此贵重的宝物城上 他真的不明白你为何事过府 如果摊了牌 就挑明要用宝物来换公子的性命 若他想借此羞辱您 此后将无力回天啊 李元甲抹了一把汗 幸亏有师爷提醒 否则自己会坏大事 当日 李元甲坐上一辆马车 赶到了刘正的府上 果然不出师爷所料 见李元甲亲自过府 态度毕恭毕敬 刘正大人也以礼相待 带李元甲将千年人参 和百年黑灵之城上 刘正惊得张大了嘴 连连推手相让 说不敢受此厚礼 在李元甲的诚恳坚持下 刘正终于肯笑纳 请客间把以前 跟李元甲之间的不愉快 抛到了九霄云外 眼睛贪婪地盯着那件宝物 笑得一脸灿烂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刘正受此厚礼 当然得有所表示 请李大人放心 令公子的是 不要提那个畜生 今日我俩只叙旧 共商当官为民之道 其他杂碎师二一概不谈 我那圈子是死有余辜 不足刘大人挂齿 李元甲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刘正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欲言又止 随后便吩咐下人预备好酒好菜 招待贵客 这会儿 李元甲不得不佩服 师爷的先见之名 出发前 师爷就叮嘱了 李元甲带去的宝物 莫说是刘正 就是当今皇上 也会两眼放光 等刘正笑纳此物 就等于欠李元甲 一个大大的人情 这人情也犹如那沟壑 非同图把杀可甜 此时 刘正必然会主动提出 李丹犯案一事 若李元甲急于求成 难保刘正不会中途醒悟 到时候若将宝物退还 事情将一筹莫展 但晚 李元甲在刘府喝得鸣顶大醉 脑子里却谨记失业的万般叮嘱 对李丹的事而只字不提 直到在刘府内安静 第二天一大早 李元甲婉拒了刘正的挽留 坐一告辞 回到家后 李元甲开始愁眉不展 始终放不下心来 他把去刘府的情况 一五一时跟师爷说了后 师爷大笑 大人做得好 小人敢断言 公子已无性命之忧了 眼下有个良机 这一任州官即将卸任 他话音未落 李元甲插嘴道 这与犬子一事合肝 师爷胸有成竹地说 请大人马上带上银两 分别去州内各县 县令大人的府中打电 对他们动之以请小之一礼 联名上奏省牙 推举刘大人围下一任州官 如果小人没猜错 这事儿并不为难 您带头举荐 说明您无心与刘大人争夺 其他各县县令 深知自己五万高升 也乐得顺水推舟 举手之劳留个人情 若刘大人当上州官 日后对他们也有好处 若朝廷另派人选呢 那努力岂不白费 师爷含笑道 这个请大人放心 若刘大人如愿当上州官 一切尘埃落定 字不在话下 即便他还是与大人 您平起平坐 您想想 举荐一事 刘大人很快就会知笑 这如沟壑般的人情 若刘大人不去填补 他以后怎样面对同僚 一席话说得 李元甲豁然开朗 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李元甲快马加鞭 一切都按失业的指点进行 当举荐文书送去省衙后不到十天 李丹贩卖私言一案中有定论 经查明 李丹是乌林县县令公子 受言销挟持 将私言运出乌林县境内 犯私言一案与李丹毫无关系 当即释放 首犯另有七人 此人已认罪化压 并上报刑部 等候秋决 当李丹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时 李元甲终于忍不住了 抓起家法边将李丹抽得像只斑马 案子了结后 李元甲终日闷闷不乐 长须短叹 虽然大事已成 独子的性命是保住了 但这代价太大了 不仅传家之宝已改姓 耗尽家财 却为往日的死对头做了嫁衣 自己还得抢颜欢笑 他心有不甘啊 最不愿看到的十二爷来了 不久 朝廷一纸文书 通传到了州内各县 刘正大人即刻升任州官 为了报答李元甲的举荐之恩 刘正还亲自来到李府 奉上苏杭上好的绸缎一匹 以表谢意 待刘正告辞后 李元甲点上一把火 将那匹绸缎烧得灰飞烟灭 他恨恨地说道 刘正 我骤你不得好结果 这一切 都被师爷看在眼里 他也不便劝慰 只是悄悄地退了出来 没几日 师爷便主动请辞 李元甲慌了神 积极拉住师爷的手 苦苦挽留 师爷却推手道 大人不必如此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李元甲问道 师爷为何突然做此决断 如本官有不周之处 还望明示 师爷长叹一声 缓缓说道 此刻大人是诚心挽留 小人并未怀疑 但无论何事 都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小人从初主 遗救公子那刻开始 就甚至这是小人 最后一次 为大人效劳了 公子幸运堪忧之时 不难说服 大人不惜一切相救 但如今公子 毫发无损回到府中 大人定会惋惜 所付出的代价 不仅会更加痛恨刘正 久而久之 必会谦责于小人 这个始作俑者 要知道 人的欲望和诚服 也如同那沟壑 难以填满啊 说吧 师爷朝李元甲 行了个大礼 飘然而去 只留下李元甲 目立原地 若有所思 明末 横唐一代 富庶繁华 出产的玉米茶叶 瓷器丝绸远近驰名 尤其瓷器烧至工艺炉火纯青 巧夺天工 各地客商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大小商号林立 其中冯济商号的冯天魁手段了得 迅速壮大 恰逢负责御用贡品的叶家商号范式 冯天魁趁机谋了这个优差 着实挣了银子 冯天魁财大气粗 显老宅不足以和他的身份匹配 就在城南新建了一所大宅 门前闭波荡漾 西南窑堆一封 可谓山明水秀 一看就是那才尽宝的所在 择了个黄道吉日 冯天魁带着家眷连同下人仆 从百余口搬进新居 没想到冯老太太体弱经不住劳顿 居然犯了弹政 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乔迁知喜的宴席 改成了宋殡的丧业 冯天魁感到大大的晦气 这时商号里却做成了一笔 史无前例的大生意 经理新上任的买办 陈大人匆匆赶来 为太后受担采购 陈大人面如美玉 仪容丰美 虽然年少 却甚是懂得为官脸才知道 与冯天魁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但这一笔生意足以挣回新宅院的花费 冯天魁转杯为喜 然而 冯天魁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后面的事月发离奇 过了几天 小妾玉翠好端端的无故疯了 冯夫人只生养了一个女儿 眼见女儿都招了夫婿 却再也不见有孕 冯天魁为了开枝散叶 延续子嗣 这才花了五十两银子买了玉翠 没想到天不从人院 玉翠偏偏又得了失心疯 玉翠疯疯癫癫 大晚上一个人在院子里白酒赏月 对着空座位频频劝酒 好像坐着看不见的人似的 冯天魁问他与何人喝酒 玉翠笑嘻嘻地说 和地府判官 还有一众鬼差 他们就住在家里啊 天天在这里升堂办案 冯天魁不放心 私下找风水先生相看 没想到请便了横堂的风水先生 众口一词都说这里藏风俱气 是个那才净宝的极宅 既然是极宅 怎么会接连出事 玉翠口口声声说的判官鬼差 又是怎么回事 冯天魁百思不得其解 这日刚到内宅 就听见玉翠房里忙乱吵闹不已 冯天魁进去一看 原来是玉翠狂性大发 口口声声说判官拿着生死簿 勾去了小姐姑爷的名字 怕是活不成了 冯夫人听得胆战心惊 两个道 老爷 酒宅虽然浅窄 道也住得下 自搬到这里就频繁出事 我们还是搬回去吧 冯天魁听了 脸色一沉 道 这里是难得的风水极宅 你不要信口胡说 玉翠已经疯了 一个疯子的话如何信的 冯天魁自有他的打算 自从搬到这里 冯济商号生意兴隆 财员滚滚 其他商号望尘莫及 他怎么舍得搬离这里 正闹哄哄的没个开交 家丁鬼催着一样跑进来 气喘吁吁道 老爷 夫人 不好了 小姐何姑爷去法华寺上乡 路上遇到劫匪 被歹人劫了去 现在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冯夫人一听 立刻晕了过去 玉翠恐惧地抱住头 大叫 死了 一定是死了 判官又来拿人了 不要拿我 不要拿我 冯天魁三伏天如 置身兵教一样 浑身站立 冯府正在人仰马帆之际 陈大人却从京城赶来 一见冯天魁就大声道喜 原来皇上要广选秀女 充实后宫 不肖说动用之物也要大肆买办 这可是个搂钱的绝好机会 冯天魁闻之大喜 但一想到家里人口不宁 女儿女婿生死未卜 喜气就打消了大半 陈大人见他愁眉不展 笑道 冯兄的伤好可谓日进斗金 不肖三五年 不怕没有十重之父 怎么郁闷不乐 冯天魁将援故意说 苦笑道 短短几个月 家母病逝 贱妾疯癫 女儿女婿生死未卜 三五年之后 胭脂我冯家还有没有人在 陈大人听了 那喊道 居然有这样怪事 京中有个铁口神算石半仙 凭着祖上传下来的宅局葬经 为人看宅相的 神算百出 何不请来看看 冯天魁如得了救命稻草 连忙央告陈大人周全此事 陈大人满口答应 即日差人回京 务必将石半仙接过来 御用供品尚未筹办停荡 石半仙就赶来了 这石半仙须发揭白 精神觉硕 赵丽在冯府走了一圈 看完点头道 集宅 是个难得的那才尽宝地 冯天魁一听 急忙道 老神仙 这宅子聚才是端地了得 只是人口不宁 他纵能聚得天下钱财 我也无福消受啊 宅院并无不妥之处 我们去外面看看吧 石半仙碾须道 冯天魁连忙带路 一行人找了个登高望远之处 放眼望去 毒风入云 水环玉带 冯府新宅正在明山秀水之间 怎么看都是风水宝地 石半仙细细查看 忽然脸色大变 泰然道 原来是判官聚才阴阳宅 我只在宅经上看到过 没想到世上竟然真有这种风水 这话正对上玉翠提到的判官 冯天魁知道石半仙找到了关键所在 连忙追问怎么回事 你们仔细看 那座山峰像什么 石半仙先不说怎么回事 只让他们看西南的山峰 冯天魁仔细一看 不禁脸色大变 惊诧不已道 帽子 地府判官的帽子 那座山峰上窄下峰 高出两峰相对耸立 锥子一般 平时并不注意 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 和戏文里地府判官戴的帽子极为相似 石半仙点头道 这座山峰酷似判官帽 山形又碧阳取阴 冯府宅院刚好在其笼罩之下 就相当是森罗殿前判官 收明前的地方 这在风水上叫做判官聚财 你在阴宅明府上建宅院 这就成了聚财阴阳宅 是个能得天下富贵的地方 所以你们冯济商号才会裁员滚滚 势不可挡 但凡是有得有失 你活人住阴宅 纵然敛尽天下之财 可惜无福消受啊 先生真乃神人 请舅舅我们一家老少 冯天魁心服口服 连连阳告 石半仙道 这个不难 令则一处宅院 舍弃这里不住 也就是了 冯天魁哪里舍得这天大富贵 不禁面色难然 请活神仙周全个法子 怎么能两拳才好 陈大人也在一旁附和 人生在世 名利当先 岂有愿意拱手相让这天大富贵的 石神仙你好歹想个法子 帮人帮到底 石半仙为难道 办法倒也有一个 只是终究是逆天而为 怕是不妥 冯天魁听了大喜 立刻许诺黄金百两相愁 石半仙想了想 掐指一算道 三天之后是明府点捡鬼族的日子 你速准备五千此人 须得神态各异 稍置上姓名八字 我替你点穴身脏 这就顶得上你冯家 世世代代的子孙后人了 记住 一定得是此人 牧人腐烂 铁人秀字 唯有此人才能长存 冯天魁如得了救命符一般 连连点头 陈大人担忧道 进贡的瓷器还没烧制出来 这五千瓷人既要神态各异 又要烧制上姓名八字 功成浩大 只有三天时间 来得及吗 冯天魁笑道 这个却不难 我一定如期感知出来 原来冯天魁除了日常供货的瓷器烧制厂 私下还另有一对工艺高超的工匠 三天很快过去 陈大人早早来到冯府 冯天魁准备的瓷人尚有一部分没有运到 石板仙准备好黄纸 朱砂 罗盘等器具 单等着五千瓷人到齐 不一会儿 最后石和罗列整齐的瓷人运到了 这些瓷人虽然高不过持续 却是男女老幼都有 形态逼真 背后各有烧制上的姓名八字 石板仙并不急于点穴下葬 而是逐个看那些瓷人背后的姓名八字 冯天魁道 老神仙请放心 这些瓷人的姓名八字 虽然是胡乱起的 却绝对没有重复 我一家姓名在此 岂敢而戏 石板仙淡笑不语 让冯天魁摸不着头脑 石板仙仔细翻简 不时挑出一个瓷人放在一旁 又挑出几个 一并呈给陈大人 陈大人接过来 这时随从呈上一片花瓶碎瓷 陈大人仔细比较 脸色越来越凝重 冯天魁暗叫不好 但是已经晚了 冯天魁 这片如一瓶残片 你应当眼熟吧 词人上的字迹 居然与残片上的字迹一致 你有何话说 陈大人冷冷道 那片碎瓷正是如一瓶残片 由前不久 饭式的叶家商号经办 这种如一瓶 以男女和欢的春宫会为造型 都是供皇上在寝宫把玩 有次侍寝的妃子无意中打破了 没想到那壁上居然有字 皇上一看 竟是他与皇后的名讳 被以无数恶毒诅咒 皇上吃一惊 将另外几只如一瓶摔碎查看 果然又找到两只有字的 皇上龙颜大怒 将负责采购的买办王大人 连同叶家一族 满门抄斩 词人上出现了与如一瓶相同的笔迹 冯天魁心底忐忑 面上却洋装镇静自若 笔迹相仿也是有的 大人此举岂不是以我吗 那此人神态逼真 语如一瓶上的和欢男女 颇为神似 你又怎么解释 陈大人逼问 将人手笔 都是类似的 冯天魁冷汗直下 物字强称道 陈大人冷笑一声道 把人带上来 这时差一压着一对 烧瓷工匠进来 其中一个瘦小的男子 被打得皮开肉绽 差一松手 立刻扑倒在地上 冯天魁一惊 陈大人居然派人 暗中跟踪他的家丁 找到了那个烧制作坊 这男子正是当地 妙手致辞的一脉传人 擅长力劈 力劈是将定型的 劈膜精心打磨 瓷壁越是光滑鲜宝 就越珍贵难得 这在瓷器烧制宫 是最见功夫的一道工艺 须得拿捏精准 不然过薄的 没出窑就成了产品 这男子气息微弱 供认不会 那些带字的如意瓶 正是冯天魁让他烧制的 他依照冯天魁的吩咐 在立劈时将如意瓶打磨得很薄 尤其瓶上美人腰之与手肘处 更是薄如禅意 这样烧制出来的如意瓶 看似没有问题 但极易破损 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就会碎裂 冯天魁将这几只如意瓶 混入供品里 以此陷害叶家伤好 好取而代之 冯天魁听了 一时面如死灰 知道铁正如山 再也无法狡辩了 这时玉翠从内宅出来 服饰整洁 神志清醒地参拜陈大人 冯天魁指着他 恶然道 你 你 她是京城观花楼的小玉姑娘 陈大人看他一眼 冷冷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陈大人一手安排 得知冯天魁要纳妾 就让小玉混进冯府 他筹集大量银两 以各种手段让冯天魁的商号转去 然后让小玉装疯 散布关于判官的说辞 同时调遣差役 乔装成劫匪掳走冯天魁的女儿女婿 他处心积虑营造这种状况 然后就是石板仙出场 借化解阴阳宅为由 引出五千词人 这才找到证据 洞悉如意评的真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冯天魁不解地问 拿一笔交易 我不是让你赚得盆满波易 你为什么要和真金白银过不去 陈大人看他一眼 道 现在不妨告诉你 前任被满门抄斩的买办王大人 正是在下的恩师 我深知恩师与业家 都不会做这种自觉坟墓之事 后来见你极力取代业家 就一心是你做的手脚 事实果然如我所料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的贪婪诚信 这才让我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这么说 阴阳宅 五千词人都是假的 冯天魁瞠目结舌 悔恨道 我被你们骗了 我的宅院本来就没有问题 是个那才尽宝的所在 世人都迷信风水 哪里知道风水 其实是人与天地的感应 无论造坟建宅 都应以积德为本 相互潜移默化 绝对不是随便找快递建宅 买股那么简单 石半仙面色凄然 常叹道 你心里只有钱才二字 就是住在龙脉先进的 风水宝地上 也只能是不得安宁的阴阳宅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